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我们脂肪刀最新款的C型 把手柄拿出来 装在毕竞架上 把毕竞架放上 然后我们就插上后面的电源 插上电源 通电源之后 按这个红色按键开关 接着我们按主机这里的屏幕按键开关 现在我们来讲解一下界面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进入第一界面的时候是一个密码的界面 我们需要输入密码170320 然后这个R1是我们的一个身体手柄 R2是我们的一个面部手柄 首先我们先来讲R1 身体手柄 这个是进入一个主界面 进入主界面之后 这里 这个显示的是一个能量的一个输出调节 有几种方式 一个的话是点开这个键盘格子里面 我们可以愿意去点 比如说我们这边要30 我们就点30 也可以在这里选40 80 就是默认定好的一个能量输出 然后这里的话是一个温度 我们一般建议是调10度 这样子操作的话呢 我们客户的感觉是表面是温温 表面是一个冰凉的 里面的话是一个温温的一个感觉 就是很舒适 然后这里是一个时间调节 时间我们一般建议就是可以调一下 因为我们建议的话 身体是做40分钟到60我们可以先调个40分钟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不用一直的来回在这里去调节 调节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按这里去 点这里 按这里去操作了 这个是返回键 这里的话是一个调节 这个是改密码的 一般我们不建议去用 然后反回来 我们现在讲一下R2 面部手柄 面部手柄 点R2 进入之后 点这个界面 进入 我们这里会有一些部位选择 你要操作哪个部位就选择哪个部位 比如说额头 点进去之后呢 这里会有默认的一些操作一个能量建议 这里的话呢 我们建议是调个100%的帐空笔 这样的话它输出的能量 更均匀 然后这个时间 我们也是建议就是可以调个你想操作的一个 这个部位的时间 比如说10分钟 调好之后 我们就直接按这里就可以开始操作了 以上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界面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现在我们来一个实操 现在我们开始一个面部实操 首先我们要贴上这个腹脊片 这个腹脊片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要撕开 然后拿出来 贴在这个腹脊夹上 因为我们这个是当级的阿纸 所以需要一个腹脊片 这样子把它放进去 然后卡住 卡住不掉就OK了 贴的部位呢 比如说我们操作客户的面部 我们就贴在侧边 像有些女性的话呢 她如果说不是个内衣扣子 我爱到的话呢 我们建议它脱掉 一定要贴好 贴好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调节 我们现在做的是面部就是R2 点入这个进去 我们现在给它示范一下面部苹果机以下的地方 然后能量的话呢 我们先从最低的10开始 这里都要调到100% 操作者要戴上口罩和手套这些 用凝胶作为一个介质导入 这里的话呢 要戴上一个操作的时候 一定要给客户戴上一个帽子 面部清洁干净 然后我们就把凝胶涂抹在脸上 也可以拿个网和调磨棒 先把凝胶涂抹中匀 先把凝胶涂抹中匀 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超声波加射频 它的能量输出的话呢 是比较强的 我们不能定点给客户操作 所以建议就是滑动中开始 滑动中结束 可以这样打圈 这样子打圈圈 也可以这样提拉 这样提拉 先从下额这里开始 也可以做颈部的 这个仪器的话呢 它是没有禁忌的 不痛 而且也没有恢复期 做完就直接可以走了 每到30秒之后 它就会暂停一下 我们就接着再按一下 手柄上的按键就可以了 做了之后脸上有微微放红的话呢 这是属于正常的现象 在做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询问一下客户有没有什么不适的 能量能不能再加 还能再加吗 不用了 这样很辛苦 如果说客户觉得可以的话呢 我们就不会再加了 一定要在客户的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就可以了 然后再慢慢地坐上来这个位置 像有些客户它的一个法力纹比较深的话呢 我们可以着重地去做一下 提示一下它的一个苹果肌 淡化一下它的一个法力纹 我们也可以在它 就是在凝胶里面加一些玻弄霜 因为它这个是有一个可以渗透进去 让皮肤达到一个水润和水 可以达到一个提升缩紧的作用 在做的时候呢 也不能一直在一个部位做 不能一直停留在一个地方 因为它这个能量的话是叠加的 我们要全面 每个部位都要做到 这个是面部的一个操作 如果说是做到眼睛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用一个指巾垫好这里 因为有些一定要保护好眼睛 眼睫毛 好 示范一下眼睛 眼睛的部位呢 就比较敏感 所以我们要把能量调低一点 对眼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客户的一个眼睛部位 特别是有些客户的眼睫毛这些一定要注意电好 可以这样子 这样子 可以这样子 这样子 可以这样子 这样子把这里收通一下 然后这里 这样子提升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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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一个大概的做眼睛的部位 这个就是一个大概的做眼睛的部位 如果是额头的话呢 我们可以顺着文理这样子去做 包括这里的一个窗子纹的话 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去做 面部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 滑动 还有就是一个提升 不要定点 现在我们来操作身体的一个手柄 点到阿姨 然后进入这个主界面 这里的话呢 我们建议的条鞋输出是40 从40开始 这里 然后这里的话我们调10度 这个时间 我们因为做身体的话 时间比较长 先调过40 因为我们4分30秒之后 它会自己停了 调好这些之后呢 我们先接上副体片 因为刚刚操作了面部 不即便还贴在身上 我们就直接用这个 夹子直接扣上去 就可以了 也可以贴在后背的肩胛骨 都可以 贴好之后呢 我们就凝胶或者是精油 都可以 或者是一些皮皮油 我们先把它扣在肚子上 我们先把它扣在肚子上 先挤一点在肚子上 一下子呢 也不要挤得太多 然后呢 我们就按开始 这个 我的建议呢 也是我们先把凌胶涂抹均匀 先在身体上先滑动 我们也是建议滑动中开始 打圈以肚脐为中心点 这样子 打圈去操作 稍微带有一点点力 也可以两个手一起 不能定点啊 这个一定要注意的 一定是要这样子 滑动中开始 滑动中结束 输出都会是只有这个点 我们就这样子 这样滑动开始 滑动结束 这样打圈 要保证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都接收到能量 然后腰这个位置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这样子 这样子去做一下 可以这样子收一收 都可以了 还可以配上一些手法 这样子去收一下 做完之后呢 我们再滑到这一点 要保证每一边都能做到 不要做肚脐啊 肚脐是以中心点来的 然后在做的过程中 我们要问一下客户 能不能接受 能量可以调再一点 OK 那我们就可以再加一点 加肉做 不要一下子加太高 我们先加到50吧 刚刚是40 然后再加个继续操作 我们这条做时一定要变好 这个这里 不要把客户的衣服搞干了 我们现在是没有电 就这样子滑动 每个部位都要做到 也不要滑得太快 肚脐的话一般建议是40分钟 看客户的一个脂肪厚度 和一个手术的一个大小去 来量这个操作时间 留意时间关键呢 我们就操作这么多 大肆的简单操作 就像滑动 然后拔掉这个腹脊片 清洁好锁柄之后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我们的一个 脂肪的细形 今天到简单操作 简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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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操作